雪霸国家公园是新竹县热门登山景点 疫情爆发之后登山客更多了 但往往只能包车或是自行开车 得开三个半小时 县府推出了关雾县巴士 将在8月30号正式通车 载客接驳 每天往返四个班次已经开放线上 预约搭乘 印上台湾图样 车身用美丽山巒圆敏图腾的中型巴士 正是台湾好行路线 县府今年新推出的关雾县观光8号 预约系统已经建置完成 开放旅客线上预约搭乘 新竹县上山到关雾山庄 攀爬大坝的部分 单单车程就要三个半小时 民众受限于这样一个 没有公共运输的环境下 大概自行开车前往 造成舟车劳顿 新竹县政府听到了这个声音 在我们这几年积极争取之下 我们的关雾好行 就是观光8号的部分 预计在这个月底8月底正式开通了 那目前也开放来做一个预约 雪坝国家公园是新竹县热门的登山景点 辽阔景致可以远眺大坝尖山到雪山的盛门县 尤其疫情爆发后都往山吹跑 登山客更多了 但往往只能包车或自行开车 得开三个半小时 县府就推出关雾县巴士 将在8月30号正式通车再可接驳 每趟乘客述线20人才预约搭乘 串联鞋高铁新竹站台铁竹龙站 沿途经过阮桥清泉云山水坝农场 观物游客中心以及观物山庄等八站 每日往返共四个班次 游客你可以上我们的台湾好行观物线 这样一个不管是LINE或APP的部分 LINE的部分 然后以及我们的预约系统上的网站 那可以来做一个预约30日内的一个班次 那也跟各位报告 因为目前的预约状况相当的踊跃 如果你真的要搭乘的话 建议你提早来做预约 那特别山上这个季节 真的是很漂亮 观物物的部分 可以早上到傍晚真的都起雾 让你在云雾之间 能够欣赏山林的美景 路线单趟行车时间约150分钟 票价300元 已经开放线上预约一个月内的车次 相当强受 推动绿色低碳旅游 这下有了中巴接驳 往返高铁站和观物山庄 游客就能轻松有雪霸上美景